之前,上個月生日好像因為太忙,所以跟老婆提前過 然後,反而是生日當天還在拍? 我在英國把當天是夜文4的我拍攝的最後一天 其實我在片場過生日已經很多次了 在我36、差不多37年的年資 我真的花了好多好多的時光在片場,包括我的生日 但是我的太太很體諒我,她知道這個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也盡量去找一個好的方法 讓我們有家庭的一個相處 因為丹哥很常在世界隔離拍戲 那其實因為最近大陸有一個現愁令 那不知道丹哥怎麼看這件事,你會怕被影響嗎? 我從來都很踏實地去拍一部電影 而且我的電影的基本上這十幾年 基本上我都是跟幾個大公司 那幾個大公司包括英王、環亞、王晶、王百明 他們都是很透明很公開的 然後我自己也很公開 每一部電影的酬勞也根據每一部電影的製作費 有一個很公正的一個搭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正當的一種做法 每一個人的付出 首先每一個人必須要有社會有責任 這個是我們做社會公民必須要做的 然後同時每一個工作都必須要有 付出有多少 比如說拉稅也好 對工作的付出的時間也好 都必須要有一個公平的處理 那麼說我很多年我很難去算 因為每一部電影我的參與的部分 已經超越了當演員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是堅持也是動作導演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上一部追龍 整部電影拍下來的拍攝的日期是80天 但是我用了224天的時間去拍一部電影 十幾年每一部電影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剛剛說到大西松也是 肥龍過江也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是 必須要我覺得電影工業就跟很多工業一樣 它肯定有一個過渡期 然後慢慢移升到一個世界的一個透明的一個健康的一個工業 所以這個肯定是一個必須的 必須的 必須的一個途徑 調整 其實我覺得這個只是一種調整而已 他在現場很開心的 因為他們個人的私人的問題我也不好答 因為我也不了解 我也不會過問人家私人的事情 我每天都是 情人節來 我不曉得等一天 有機會就過 因為這部電影一定是你成立電影公司的第一部 所以在跳樓上面你會有一點壓力嗎 壓力肯定有 壓力肯定有 其實也不是我第一部 20年前我已經成立了公司 但是這十幾年都忙著除了演 也沒有好好地去 真的用自己公司的名義去出品 其實我一直都在幕後操作 那麼這一次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我覺得市場需求 然後有好多同行也希望我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有心 很有心 所以才支持我 就是用自己的公司去出品 有壓力肯定有 剛剛說到就是拍一部教育片 你怎麼吸引觀眾去看 然後同時也要讓投資者 就是他的投資者有回報 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 每天都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從一杯咖啡到選什麼演員去演 每一個環節都必須要 一一地去用最妥善的一種方法去解決 所以當然壓力非常大 所以我也跟導演說 其實我們的目標不是說 這個片要得到多少商業的回報 這個也不是我們在控制的範圍 但是呢 我們真的用心很很很誠 有誠意地去拍一部電影 我覺得觀眾是會感受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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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